Hello,大家好,我们是Easy Taiwanese Mandarin,我是Aima 今天要来和大家分享在台湾不能做的九件事 那虽然说是不能做,但其实并没有硬性规定 只是一些台湾人的习惯和文化 渐渐成为生活中不能做、不会做的潜规则 那我们就开始吧 嗨 诶,等一下,要换室内脱哦 台湾的普遍观念会分室内鞋跟室外鞋 会有这样子的习惯是因为不希望把外面的脏东西跟细菌带进家里 所以如果有机会到台湾朋友家玩的话 要记得先脱鞋再进门哦 那当然啦,许多台湾的家庭就会准备室内脱给访客 那这时候访客就可以自己决定要传室内脱还是光着脚丫比较舒服哦 诶,雅熊我要出门了,我要来副节了,我要去参加婚礼 那你东西都有拿吗?你的红包有没有带? 红包? 在台湾的婚礼有包红包的习俗 包红包象征着对婚礼的祝福 那红色在台湾有吉利以及喜气的感觉 所以当你把红包包给这对新人的时候 就是祝福他们的婚姻能够长久美满哦 至于红包的数目呢 一般会有两个考量 第一个呢,是你跟新人的交情好不好 那当然啊,交情越好就会包的越多 那第二个要考量呢,就是婚宴的地点 一般如果是在比较贵的餐厅举办婚宴 我们就会包比较稍微再多一点点 那还有一个需要再注意的地方 就是一般我们会包双素,不会包单素 是希望新人可以成双成对 台湾的捷运堪称是世界上最干净的捷运之一 为什么会这么干净呢? 因为台湾有个规定 从进入月台到车厢内是禁止饮食的 如果你在上面吃东西的话 可能会有一定金额的罚款哦 那所谓的进入月台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的话 在捷运站有一条黄色的线 那这条线呢就是一个界线 如果你通过这条界线 就是不能饮食 那在界线外可以吃东西 但是要注意不要乱丢垃圾哦 在欧美国家的文化里 跟别人见面或是道别的时候 通常都会有拥抱或是贴脸颊等 亲密的肢体动作 但这在台湾可是会吓到别人哦 在台湾的话通常跟人打招呼的方式 会用点头或是挥挥手哦 那尤其是现在在疫情期间 有没有觉得台湾的这种打招呼方式 反而比较安全呢? 在台湾的餐厅用餐的时候 不用特别给小费 有些餐厅会在柜台放置小费箱 但是这个是你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投 它没有强制的规定 不过大家如果去结账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有一个大概10%的项目 但这个项目呢 它是归在服务费 而不是小费 在很多国家上完厕所以后 可以直接把卫生纸丢到马桶里面 这样子有一些好处 就是可以减少病美文的产生 防止疾病与传染病的扩散 也可以让厕所的味道没有这么重 那在台湾上完厕所 使用完卫生纸 我们会直接丢到垃圾桶 而不是马桶 这主要和卫生纸的材质 和担心马桶会阻塞有关系 但是近年来 卫生纸的材质有所改善 有些卫生纸是可溶性的 可以直接丢进马桶 是没有问题的 那就麻烦大家在如厕的时候 仔细看看旁边 是不是有一些小标签 提醒你 到底要把卫生纸丢到马桶 还是垃圾桶 欸妈生日快乐 这是什么啊 诶 真的 送礼文化 送礼文化在各国都是一门学问 那当然在台湾也有一些小禁忌 需要特别注意哦 那在台湾送礼的禁忌 通常是跟语言的谐音有关系 像是如果送时钟的话 会让人家联想到送钟 那如果是送雨伞的话 也会让人家想到 就是可能妻离子散啊 或是分别这种比较负面意思 那还有一种就是像是送鞋子 送鞋子的话 会让人家联想到中文邪气的鞋 好像你把不好的东西送给人家一样 那如果你真的收到一双鞋子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台湾人有一个小秘诀 就是当你如果收到这种不吉利的礼物 你可以赶快从钱包里面掏出一块钱 或是少量的金额 代表这个礼物你是跟对方用买的 而不是对方送你的 就可以避免掉这些不吉利的事情哦 在台湾 当你看到人行道的交通号制变成绿灯的时候 当然你可以很放心的向前走 不过别忘了 因为台湾对象的车道是可以往右转的 所以你在向前走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往右转的车 会影响到你通行的路线 所以要记得过马路的时候 不要滑手机 专专心心的看路上发生什么事情 才不会发生意外哦 在欧美国家 如果你口渴了 是可以直接打开水龙头的水来喝 那在台湾到底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这个话题近期在台湾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在台湾有些地方政府经过努力后 也有让水值达到可以直接生饮的标准 但是台湾人的习惯还有心理上的影响 他们不一定会这样子做 都还是会习惯煮过了以后再喝水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不能做的九件事 那大家在台湾有没有遇过其他不能做的事情 想和我们分享啊 或者是你在自己的国家 有没有什么不能做的文化 也可以和我们分享在底下留言哦 那我们下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有点免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下集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集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